新功力的四個賽 全新的賽制 螢幕上依序會出現四個筆劃 來看它是什麼字 第一話 一 最後五秒鐘思考一下 開始囉 從一話開始 第二話 答案是 馬匹的P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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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著急 不一定是對 你冷靜一點 有可能 你強啊強的叫好 那萬一不是呢 萬一他不強那就是 馬匹的P 答對沒有 來 不要著急 不要著急 來 其他的 我有想到 你搶了 我有想到一個 何以文 互相的互 互相的互啊 但是 等一下 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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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他只是這樣子而已 他不能 漂亮 不要這樣子喔 互相幫忙的 互答對沒有 蛤 我覺得還不錯 搶的咧 瑞澤 忠 就是大忠小忠 忠忠 大忠小忠不是這樣寫 你筆劃錯了 你筆劃錯了 是嗎 你筆劃錯了 不急不急 答案急喔 答案急了 是大忠小的鐘嗎 不對 你筆劃錯了 郁農 你的答案是 牙齒的 牙齒的 好厲害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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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耶 原來四話的是很多嘛 很多 我跟你講他如果答錯了 你慢慢等他第四話出來 對啊 你有知道 對啊 你幹嘛挑他 他原本不知道這個技巧的啦 我知道啦 不是 他不用不知道 因為你們都死啦 好 難怪用我去答啊 再講一遍答案是 我覺得這個 牙齒的牙 牙齒的牙答對沒有 答對 好 真的 厲害 這怎麼太難了 幹得好 來 請就位 拷責了啦 陳育農同學 美國藏了一支美龍大學 電腦科學碩士和博士 從小對於電腦就非常在好 是吧 還好 也沒有從小啦 大概大學之後 一定很好奇 你自己跟你相關的題目有哪些吧 對不對 對 他的人生這一套題解鎖了 請公布 你有四分鐘的打理時間 你知道 第一題 Z世代代表詞 台大資訊工程學系的副教授 所以當然對Z世代是有接觸的 遠距離好辛苦 漂在美國公讀博士的時候 和老公就是遠距離的感覺 泵裙善意義 你幫女兒買了好多件 小泵裙 希望她未來能夠當個小模特兒 是吧 其實是因為一開始生了兒子 然後就不太好打扮 然後生了女兒就很開心 趕快一直買泵裙 飯糰由來說她愛吃 但是又認成糖尿以後 就少吃澱粉了 鼻血不受控 只要火氣大就會流鼻血 甚至嘴破 修徒要多久 愛修徒愛拍照 戲劇哏熱排行 只是台灣偶像劇的忠實粉絲 這個也是滿意外的 更意外的是下一個 她是酒令的鐵粉 酒令粉知道嗎 她是酒令的鐵粉 甚至於這一位 電腦科學碩士博士 她已經 她曾經加入過酒令的後援會 現在還是 來 請選題 那就酒令吧 妳為什麼會那麼喜歡她 其實從她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候 比較少唱跳型的歌手 然後 我會覺得她 就是唱歌好聽以外 然後也很喜歡她的舞蹈 所以當時還會自己在家 就是練習她的舞蹈 我不相信 想看 想看 我跳一個八拍就好 跳一個八拍 隨便旋轉跳躍 我比著眼來 預備 來 我現在 旋轉跳躍應該是這樣 然後 她真的會 她真的會 可以跟她一起跳 她真的真的會 酒令粉知道嗎 當然她的廣大粉絲 來看看這一題是什麼 請出題 請問酒令 在2010高雄巡演時 吃了瑞峰夜市的什麼東西 讓她暫不絕口又大力推薦 A 地瓜球 B 紅茶 牛奶 C 橱窗滷味 我的答案是 A 地瓜球 請說例 所以是粉絲們都曉得 因為她好像有PO在IG上 我就覺得我好像有看過 必然是PO上 才會變成一個新聞 請揭曉 酒令到底是不是吃了 瑞峰夜市的地瓜球 恭喜她 再來兩題 不要空手回家 遠距離好了 遠距離 辛苦嗎 還滿辛苦的 因為當時遠距離了大概五年 就是台灣跟美國 五年 對 就是念 這感情中間沒有停下來過 沒有啊 沒有各自發展一下 應該沒有吧 我自己是沒有 但是我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先生也是 程式設計師 然後他周邊也沒什麼女生 那我課業非常忙 所以 這可能是 可以撐過去的原因之一 遠距離好辛苦 請出題 根據美國大學的研究 導致遠距離戀愛分手的 兩大組 因為 都是 怎麼辦 你完了 喝到不好血 都是 第三者的介入嗎 當然 我的答案是 因為鞭腸莫急嘛 B B 鎖定 為什麼不是第三者的介入 因為遠距離 可能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第三 再多的農情秘 都比不上隨時 地上的一杯溫開水 會有人介入的話 對方會感到 就是你會感到不安 但是你可能不確定 是不是第三者介入 他不會告訴你 他就會說 我們可能淡了 我會 可是遠距離抓不到啊 不太好抓 那為什麼不是抱喜不抱憂 你不覺得常常分享的 久了久了就是說 都是抱一些開心的事 不開心的事講給對方 對方又擔心又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 導致分手吧 就是你可能那樣子等於 好像還是可以稍微撐 撐一陣子 理想化破滅的意思是 我覺得應該是原本 可能兩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起規劃未來的那種理想 那可能或者是有距離 就會產生美嘛 然後一見面的時候覺得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 喜歡 就破滅了之類的 我認為應該就是 兩個人構思的未來 不一樣 一直只有我一個人的畫面 有可能喔 對 對不對 我覺得兩個人一定要 共同有一些目標 這樣子才撐得下去 打得一秒 接腳 漂亮 其實遠距離戀愛啊 最容易分手的時機呢 反而不是因為撐很久而分開 而是在很久的一段遠距離之後 兩個人重逢的那一刻 最容易分手 除了呢是不安感作祟之外呢 其實啊就是在重逢的時候 你才發現很多的理想都破滅了 因為本來它維持著遙遠的距離 你會美化那一個對象 然後等到真的見面的時候才發現 他跟想像中的你 過去印象中的那個他很不一樣 可能外型有改變 也很可能是在生活的習慣上面 或他很多的性格 已經小小的變化了 讓你覺得他不是以前的 那一個人了 在這個時刻 才是最容易撐不下去的 極有道理 遠距離好難喔 一萬在巷子口囉 修圖好了 修圖要多久 謝謝主題 根據英國報刊報導 超過四成的女性在發文前 會花多久的時間在編輯照片呢 A 三分鐘 B 五分鐘 C 七分鐘 好 我的答案是A A 所謂 這麼少 因為現在有AI的修圖 那我的研究其實跟AI有點相關 對 但是不是印象 AI的修圖跟一般的修圖哪裡有差 就是一鍵完成啊 現在的L 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 對 你就說一鍵完成 然後它就會自動偵測 哪邊是腿就先拉長 哪邊是臉就修尖一點之類的 那妳大概都多久了 我大概 應該也是差不多三分鐘吧 妳會把自己修得多高 我就是一鍵 我覺得修太高就會被發現有修 所以就是不能太誇張 所以妳會修成一六二 一六五的樣子 不會... 因為那樣就是太明顯這樣 所以通常我不會拉 就是你要拍照的時候 角度好就可以了 就是不會特別再拉 三分鐘 四十三分鐘嗎 請 謝謝小 關係到一萬元智慧新幣 關係到那台 小車 公交費 小車 你再答對一題 你就超越它了 第四題 戲劇哏好了 戲劇哏 熱排行 謝謝主題 根據台灣娛樂網站調查 請問網友討論度最高的戲劇萬年定律 第一名是什麼 A 配角耍心機高破壞 B 車禍失憶或得絕症 C 主角的各種錯過 都是啊 都是啊 對啊 前三名 我看這大家就前三名了 很難選了 我的答案是 C好了 C 先鎖定 很像A B是很多戲都會有的情節 但是不一定發生 但是錯過是必須的 事情要到最後才發生 就像那個 You got a male 有沒有 那個Tom Hanks跟那個 Mega Ryan Mega Ryan 他們不是在同一個大圍 總是向左走向右走 對 一到最後才 原來在同一個動作 而且這時候就會期待 之後到底什麼時候要見到呢 然後就會鎖定下一集 Yep 就廣告之類的 Yep 越講越合理 快破壞了 應該就是它了 請接獎 車禍不一定每一集都有啊 對不對 漂亮 好厲害 好厲害喔 最近戲劇裡有一些萬年定律 那第四名就是 永遠都會有一個 心肌綠茶錶的女二出來搞破壞 讓男女主角呢 就是可以撐個十幾集 都沒有辦法好好在一起 沒錯 那第三名呢就是 總是男生呢 要不就高富帥 要不就學霸 然後女生都是那種 平凡無奇的小妹妹 但是呢 男生就是會愛她愛得要死 那第二名呢就是 女生可能是千金小姐 但她一定會家道中落 然後呢 就會跟男生出來 拯救她的生活這樣子 那第一名呢 就是各種錯過 而且那種錯過都非常離奇喔 就是兩個人呢 明明都已經要轉頭看到了 結果一台公車突然出現 把他們兩個擋住 或者是電扶梯上下 明明也很容易遇到 但是他們的眼睛 就會直直的往前看 就是不會看到彼此 這種問題錯過 第五題 飯糰好了 飯糰由來說 請處理 台灣傳統飯糰 在一日之時期發展出 竹葉飯糰的形式 請問和下列哪一個身分有關 A 糖廠工人 B 挖礦工人 C 水利巴電廠工人 阿姿 我的答案是 B 我們現在的傳 B嗎... 我選B... 有力 她一定是哪個工作需要 所以包起來 包起來工作的時候吃嘛 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去看那個挖礦 他們都要到很裡面嘛 那有的時候它非常的遠 可能不一定容易這樣出來 再吃一下 再進去 我覺得感覺要包起來帶進去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去哪裡工作需要 帶便當的意思嗎 對... 所以才要包起來嘛 請揭曉 好強喔 好強喔 其實經過考古他們發現啊 在兩千多年前日本就已經有飯糰了 不過日本的飯糰呢 跟台灣不太一樣喔 日本的飯糰呢 他們用的是蓬萊米 而且多半是吃冷的飯糰 但是呢 其實在台灣的飯糰呢 我們看到的都是 熱騰騰的糯米 裡頭包了油條啊 還有菜脯啊 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在早期啊 日治時期的時候 這些礦工 因為他們要下去工作 再加上家裡 不一定有冰箱 所以呢 就會把剩飯剩菜 包在一起 那為了要方便帶下去 就會拿竹葉順手包一包 這熱氣喔 蒸到竹葉上面呢 又會有另外一股清香 也讓這個飯糰呢 成為了礦工 他們不羈體力的最佳食品 妳離三萬越來越近 下一題 可能Z世代吧 哇塞 請出題 這場雜誌曾經調查 一九九五年後出生的 Z世代 有六成五的人認為 最能夠形容此刻 人生階段的詞彙為何呢 A 茫然 B 忙碌 C 煩躁 我的答案是A 茫然鎖定 都有可能 但我覺得AC兩個在選 妳為什麼不選煩躁 因為我覺得煩躁的話 感覺是已經有事情做 然後他覺得那個東西有點煩 但是茫然是 他連他想做什麼 可能都還不確定 然後我覺得應該蠻多 蠻多人是比較呈現茫然 就是連他要做什麼都 還不確定 覺得他答對了幾首 沒有人 有 全部喔 一九九五年出生 民國八十四年 就現在二十五六歲 茫然啦 那時候就茫然了嗎 切一 接腳 八十四 真的喔 真的不是茫然 懂我意思嗎 我最怕這個 但大家都往那兒想說 就不是答案 他們現在二十幾歲嘛 對不對 這十四年代是忙碌 好 要告訴大家 什麼是Z世代呢 Z世代就是在一九九五年 之後出生的這一群人 那一九九五年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年份 這個時候是 網際網路元年 所以Z世代的這些小朋友們 他們是一出生 就已經有網路的時代 那這群小朋友們 他們其實對於 在生活上面的溝通 更重視圖像化 而且他們也很喜歡跟人家溝通 但是目前Z世代其實很多 都已經有工作經驗了 那屬於才剛出來工作個三五年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勤奮 而且努力的一群 所以對於Z世代來講 其實生活當中比較多的是 第二名才是茫然 第三名才是煩躁 我們送了什麼給你 讓你來開心的回家 睡覺也會笑呢 來 要送給陳韻農的是 聰明媽咪 藍寶兼飄移版 雙人電動車 雙人大寬敞座位 讓兩個小朋友同樂 原廠授權精緻烤漆 有如偵測一般的高品質 舒適遊安全 行動拉桿 讓外出遊玩更方便 非常好 來 進去下一盒這個菜 全明星動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中文字幕開ened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